伦敦 伦敦著名的溫格莫尔音樂大廳 是眾多音樂人士夢寐以求召開獨奏音樂會的地方 因為這樣的一場音樂會帶有里程碑的意義 蕭迪終於在自己來到英國六年之後 2011年的秋季登上了溫格莫尔的舞台 這個星期五我在倫敦應該算是最有名的獨奏音樂廳 也要開自己的獨奏音樂會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成長了很多 然後也收穫了很多 和眾多來英國求學的人士不同 蕭迪的英國之行多少有些被動和戲劇的色彩 而這位發現並且帶領他踏上英倫這片土地的伯樂 就是當年的博明漢音樂學院副院長馬克瑞克 博明漢音樂學院的院長 當時的院長 他到北京來做一個那種大師班 我第一次在北京的大師班上 在那個大師班上我是其中一個學生演奏了 他就邀請我到博明漢來唸書 所以我準備了她去英國 去英國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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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慷慨他們給我一個全獎學金和我加了這個社會費 馬克憑藉自己對音樂的敏銳感受 發現了消敵 而消敵也憑藉自己的實力獲得了博明漢音樂學院全額獎學金 以及生活費 經過一年半的學期 消敵以最高分獲得了博明漢音樂學院鋼琴系高級演奏家博士學位 我是非常幸運非常幸運 所以這是有時候偶然的一個機遇改變了我的一生吧 是可以這樣說 消敵和音樂結緣 但卻不是自己的選擇 他兩歲開始學習鋼琴 為的是原父母未完成的夢想 他的音樂之旅也就在這樣的懵懂中開啟了 小時候學習當然我想大家都是家長逼得多 然後並不是很主動吧 我很搗蛋也不練琴 就還老翹課 不是什麼好學生 成績也很一般其實 真正打開消敵音樂之門 讓他豁然開朗的是生命中永遠不會忘記的恩師 亞歷山大 他當時來的時候 就是在學院裡面開了一場獨奏音樂會 那是我第一次聽現場的音樂這麼受震撼 我記得我那時候坐在那個座位上 就是眼淚就是滑滑的流下來 就是當時他彈的很多像 Rachmanov 很多這種俄羅斯的這種作品 就是真正的我覺得 音樂是最直接人心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突然一下子 我覺得這個東西原來是這麼好的 然後從我成為專家班的學生以後 我就突然像換了一個人一樣 似乎突然之間醒了 蕭迪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認識到音樂的震撼力和魅力 他想要詮釋和擁有這種力量 從此消敵情學苦練 並由此和第一名的頭銜相伴 一路從廣東星海音樂學院附中 走到中央音樂學院 再到博明漢音樂學院 音樂是一種心靈更新的溝通 就是是你怎麼理解音樂 是你的想像力能夠達到一個什麼程度 而技術這種東西 其實尤其是現在就是中國音樂家 就是技術都非常好了 但是就是關鍵是你怎麼去理解音樂 你怎麼樣去傳釋你對生命的這種理解 把這種理解放到你的這種鋼琴 音樂裡面來 蕭迪喜歡蕭邦 喜歡沉浸在蕭邦的旋律中 用音符感動自己 也感動觀眾 蕭邦的這個第四敘述曲 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曲子 首先我覺得它是蕭邦 就是最為成熟 也是最有震撼力的一部作品 當我第一次就是學的它 學這個曲子的時候 我就被感動的落淚了 然後我覺得它是就是蕭含了 非常豐富的這種藝術內涵 包括非常詩性的 非常有這種drama 非常戲劇性的 把人性所有的不同的這種 溫暖的東西啊 或者是黑暗的東西 甚至是瘋狂的東西都展示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部作品 就是比較能夠展示我在音樂 還有在技術上的一個比較全面的 對鋼琴或者是對音樂的一個理解 在英國闖蕩的音樂人 都會感受到在異鄉的辛苦和艱難 但是樂觀的蕭迪 卻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了陽光和自己獨有的優勢 反而我覺得作為一個亞洲藝術家 我覺得有資深的優勢 因為你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比如說在音樂會裡面 我都會放一點中國的傳統曲目 或者是現代的中國作曲家 寫的一些曲子 讓他們覺得非常有新鮮感 而且這個也是你獨一無二的地方 蕭迪很努力 一直在尋找不斷進步的階梯 作為英國唯一的提名人 及亞洲藝術家 成功入選了08、09年度 燃起之心 本身做藝術就很不易 因為音樂的要求很高 然後我們每個人面前都像 有一座大山要去翻 翻完一座前面又是更高的一座大山 當然這個也是苦中有樂的 我覺得從藝術這個角度來說 你不斷地去攀登更多的高峰 給自己更多的挑戰 充滿生命張力的蕭迪四楚文博 他經常會被邀請到BBC錄製廣播節目 他會借機向西方的聽眾 介紹采文追樂等傳統的中國曲 他也會在歐洲各大城市演出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當然他也會回到中國 進行大師般的講座 分享西方樂曲的精髓 以音樂為媒介 蕭迪穿梭在東西方之間 我也希望更多的回中國 去不同城市去傳播這種西洋音樂 因為我知道現在國內 越來越多的人喜歡西洋音樂 然後我每年都回國 做一些音樂會還有打師班 那我希望我能在國內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可能就是在文化交流方面 我也希望自己因為我的角色的特殊性 就是我生活在英國當時我一個中國人 然後我又是藝術家 那我想就是有很多美好的設想 還有這樣的就是這種中西文化的這種傳播傳承 我都希望能夠介入 蕭迪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個瞬間 他關照著自己的內心 就這樣在音樂的路途上 一直走著一直前進著 在哪些道路途上 還要讓你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